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我这个就 它这个算有没有伤口 这个没有伤口嘛 它有时候像这个 那个稍微流 好 所谓的阻滋液 你也可以扩张的讲 流汗算不算阻滋液 就有一点湿湿的 你就不要说 这个是伤口流出来的 了解吗 伤口就是很明显的破皮流血那个 对不对 我们一般理解是这样 你这个有没有破皮流血 没有嘛 那就是没有伤口 像是处理这种就直接怎么样 涂姜粉泥那 或姜粉也可以 那这个也可以 稍微一点点破皮 你看那个好像有一点伤痕而已 那个可不可以涂啊 可以啦 哎呀 我说的是破皮流血 那个已经渐漏了 那个比较严重 你那个还在表皮层的 那个都没什么关系 了解吗 姜粉也可以 姜粉泥也OK 所以我们这里有提嘛 硬结肿块各种皮肤病 有两种 是什么 姜粉或姜粉泥 刚提过的 有没有 所以这里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没什么 那不是伤口 所以你们对伤口的理解 这个是皮肤病 我把伤口跟皮肤病 还是有层次的 这里已经讲完 这里都是实际在应用的 也教你们去辨别 那这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包括姜过敏了怎么办 姜粉跟毛巾包起来 之后用吹风机吹 一般要包之前 最好都是先怎么样 电热吹风机吹热 然后再包效果应该是会比较好 之后再给它吹 之后吹也是有效 你也可以用红豆袋 就直接把它包一下 让热 只要热进去 通通有效 那一般是如果有痒 我听很多人讲是怎么样 他们直接涂完 然后再用红豆袋包 有时候就不痒了 很快的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 我们包毛巾不是要包很久 你知道吗 我们包就说返价来 毛巾我们把它放下 有吗 我们再用红豆袋把它放下 比我们原来的热源 还能够怎么样 持续不断的渗透 不是叫它毛巾就这样 它要带回去也OK 但是它如果没有红豆袋 它那个热就不会持久 你们要理解 那个毛巾 它那个热很快就没有了 那那个毛巾一定要怎么样 还有一些热源进去了 它才能持续 这个曾经理也试过 我们在美国就这样试了 涂了姜粉或姜粉加辣椒粉 然后披在背部 它感觉不深的 它没什么热 但是坐这样车子 车子刚好被太阳晒到 椅背都很热了 它靠一下 哇 那个热就出来了 那如果没有毛巾 这个垫的 它以前这样靠 是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但现在有了这个毛巾 再加上这样靠 那个热就怎么样 渗透进来 可以想见的 你如果用毛巾涂姜粉 要让那个热源持久 或是发挥出来 你还是要借助怎么样 一点外热源 来把它引发出来 是这样的意思 那至于这包散巧方便 看当时候的情况 我没有定时 但是唯一一个原则 就是告诉你们什么 姜是最主要能直达体伤位置 你涂在毛巾上 直接热 还是姜的作用 又不是毛巾的作用 要不然你盖几条毛巾人热 不可能的嘛 所以重点还是在姜 直接接触到体伤位置 这个才是重点 那至于其他的变化 只是我今天提两个 就是大家在操作上很常用 而且他们都觉得 效果非常好 但如果我评估 第二种是效果怎么样 更好 但是它问题就是 要耗很多的时间 差别在这里 了解我的意思吗 第一种是你比较方便 你会涂一涂直接盖 然后毛巾 那你又可以做下一个了 它比较能够省时省力 但效果就没有第二种好 缺点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继续念下去了 因为这里要讲得细 其他我认为很多读一读 都读得通 就不需要讲解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二 内热源 内热源的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不仅可单独服用 还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 及灌肠 一 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为确保姜的品质 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瘦小土姜 姜汤是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 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扫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服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如果紧急或不方便熬煮姜汤 也可以改服姜粉或姜粉泥 虽无定法 但依病情 在患者能接受吸收的前提下 针对成人每日姜的用量 提供下表供参考 好 简单的讲 这里鲜姜片换成干姜片是10比1 所以这里写的500到750就是一斤半 换算成干姜片或干姜粉 就是变成什么样 50克到75克啦 简单讲 那我现在的内服 因为我们的姜粉越来越好 所以我也不排斥 如果说你们熬姜汤不方便出外 也可以怎么样 姜粉 甚至姜粉泥 因为它姜粉也可以做成姜粉泥 只要有微波的都可以做 那这个内服都不错 像我最近常常吃姜粉泥 我就含在口中 然后它就一直热啊 然后慢慢热进去 慢慢融化热进去 那个是很舒畅的 然后又好消化 因为我们现在姜粉 因为磨得很细 然后加上微波之后熟透了 它很容易吸收 跟以前早期的 那个我说姜粉 或是冲姜粉或姜粉泥 那个感觉不一样 以前那个都很粗 然后不容易吸收 如果喝多了姜粉 我以前感觉 这里胃还是不舒服 现在喝姜粉泥特别舒服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都熟透了 你慢慢含着 让它慢慢融化进去 感觉很好 那姜粉我认为现在磨得那么细 尤其我们这个是有机的 我认为不会怎么样 但有一点要评估的就是说 我不敢写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的姜 每个人不是用有机的 然后再来检验 很多地方是不一样 比如说重金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些姜的含重金属量很高 你知道吗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磨成姜粉 你吃进去 你就再吃重金属 但你如果喝姜汤 有一个好处 那个重金属会留在姜渣里面 你不容易喝多 唯一的好处 但喝了那么多 重金属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我知道 好像人不应该吃太多重金属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评估 那如果短期你要出去 我认为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姜粉你也可以吃 姜粉我认为都无所谓 就好像吃菜一样 现在菜都敢吃了 现在它的什么含量怎么都有 甚至荣药也可能都有 你们都敢吃了 我相信吃一点重金属应该也OK吧 然后这些姜一般姜会上菜市场 跟你们一样 多少还是有检验过 但是我不敢说每一摊都有检验 大致还是知道 这个都是合乎一般的 它的荣药有没有太多或是怎么样 但如果你是病人 你要要求高 那就真的要检验 好 那简单的讲 姜粉现在跟姜粉泥 我认为方便就好了 我现在也不会像以前 要苛刻的大家说 哎呀 它会不会有重金 不要想太多 反正那个热还是最重要的嘛 那这里用法 大概我的合理量重病 就是一斤到一斤半 但每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一样 有些人几两就有效 有些人要很重 那这个下面都有叙述 我们看下面 用量要有少见真 见效极致 虽低于常规用量一可 其后增减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重病患者只有在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 病情人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之 一级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不愿浮食浓姜汤 姜粉与姜粉泥 或浮后吸收不良而出现症状 以减量减淡 来以重症患者的用量甚至更少 亦可将加西洋参 参赛参 红参 甘草 龙眼干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参汤 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参汤性温亦被吸收 且患者多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 红参常规用量是50克至75克 上限是150克 总之 内热源用量之多寡 极其药性之强弱 皆因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好 你看 我是认为这里内热源写得很详尽 你们在看外热源的时候 可以互相比对着看 为什么 你看这里如果姜有些过量过强 它怎么样 它可以加其他的 比如说加生晒生 甘草 熔眼甘之类 那是不是可以改善它的药性 可以 它的药性就减弱了 然后口感也改善了 他们不能接受也能接受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与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 理说清楚 然后他们能接受 那如果这样说 外热源 姜有没有可能过强 有没有可能 有 一定有可能 如果万一遇到了 那我们就怎么样 把姜的用量减淡 减量 了解我的意思吗 要不然如果它接受不了 那你就用生粉吧 那很贵的 是吧 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减量 或减它的药性 或是甚至 我们外热源就不用用到生粉 那太贵了 我是开玩笑讲的 那就我们可以改用一个什么方式 远红外线 对不对 就是把热源 让你可以调控的 让它以它能接受适合的量 所以我们在经验上 就是我刚刚讲的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姜的过程中 在修复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症状 出现 不一定是姜的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确定 它实在太烂 每一次用 就确定 它每一次都受不了 那就代表 它的人接受的怎么样 不适合 就好像我们按推 每次这个力量 它都受不了 那这时候你应该听它的 还是听自己的 听患者的 那我们就配合它 我们的力量就改小 一定要有这种态度 那同样的 你在外热源使用 它每一次都感觉 一洒下去就很强烈 这时候要不要再刺激它 不要 先改变个方式 淡一点 或是怎么样 简单 或是改用其他热源 其实写法是怎么样 一样的 我这样讲解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但绝对不是热源错了 不是说这样 姜一定是错 姜没有对错的问题 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 适应 但你说姜 会不会造成症状 一般是不会的 本身患者的体质 那怎么来适应它 怎么来改善它 这个才是重点 好 那这样说来 外内热源的使用原则 有没有一致 这个很重要 其实现在我说你们能帮患者操作的 就只有内外热源 没有其他的 那你们能发挥也只有 其实到最后使用的方法 你只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其实患者变化什么 你都心里有个底了 不会再害怕说 这个能用不能用 没有这些问题 我这样讲应该听懂吗 听懂举手我看一下 那好 太好了 表示大家没有睡着就好了 好 所以这里是一个结论 最后还是要与患者人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我们继续看下面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姜汤与浓生汤 主要是生病时 用来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 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 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 或淡生汤 或淡姜生汤 二 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要在生活中 落实温热性饮食 其食材及调味料 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 而是要少用含凉性调味料 多用温热性调味料 让任何食材都成为 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以及煮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醋的情况下 加入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需煮熟 必要时甚至需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需配汤 三 姜灌肠 腹部重病患者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即使用外内热源 若无效 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需考虑是否热源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此时应立刻改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就其原理 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性温热 用于灌肠可直达体伤位置 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以加速改善热 以加速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患处体伤 所以不仅可解决腹部脏痛 欲呕 食不下 胃溃疡 胃出血 腹内出血 痛经 子宫下垂 膳气等症状 还可达到通便子屑 恢复体力的目的 由此可见 能够快速疗愈腹部重病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姜灌肠 虽然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每次都有解除腹部病症之效 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速便的效果较佳 比如治疗便秘 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 间接解症的效果较好 比如治疗腹泻 治疗姜粉泥的效果 则介于两者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将灌肠每天可多次 每次亦可加入少量的辣椒粉或辣椒水 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不过 再好的方法都要以患者能接受 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好 等一下姜灌肠是我们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 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影片 来放给大家看 那我们先读过 那刚刚这样读下来 看得懂吗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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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讲解 反正灌肠一天是只有一次吗 不是 看患者需要可以多次 那可不可以加一些比较辣的 温敷改为热敷 也可以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2 适当运动 对重病患者使用上述热源及按推 若无深运动 心情绪观念配合 终将失败 运动量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过量反而容易受伤 因此无需强求 量力而为 缓慢增加 运动方式有 拉筋 柔软操 太极拳 瑜伽 爬山 爬楼梯 伏地挺身 俯卧撑等 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 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 比如 咳嗽 胸闷 手麻等 可选择伏地挺身 腿麻 吸痛 怀痛等 则可选择爬楼梯 一步两阶 室外运动 宜避免太冷或太热 易出汗 怕冷者 紧急身体前后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事后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 总之 重病患者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体 缓慢调息 随时活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亦不宜久躺久坐 一定要脚踏实地去落实 等热能渐冲 体力转加 体伤改善 各种症状如冒虚汗 吃不下 气喘 水肿 头晕 溃烂 自然都可改善 三 充分休息 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 不可过于劳累 亦不宜长握久坐而不动 且应保持规律生活作息 不可熬夜 已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物赖床 并杜绝防事 四 良好心态 重病患者容易 情绪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 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更伤身体 要内心保持平静 就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 所以只要因改善了果就会消失 换言之 只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资源 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就能改善体质 恢复健康 明了此理 就不需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 即使遇到各种恶疾 人要坚信 唯有重阴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若事与愿违 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 症状仍在 甚至加重 且体力也在衰退 则以冷静反思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的正常恶化现象 还是此病已超过身体自我疗愈的范围 亦或是按推 外内热源 运动 做不到位 情绪起伏太大 以利及时厘清真相 做出正确判断 且修正偏差 否则贪快 而用含良性药食或手术 一不小心 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总之 重病患者应澄清思虑 反观自喜 常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情绪大幅波动 绝不可胡思乱想 自成心结 若有负面情绪 家人已随时观察 开导 鼓励 若病情好转 行有余力 能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最后需注意的是 重病患者 虽不需太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故饮食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人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犹应避免寒凉与劳累 且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增强体质 杜绝复发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应该理论都讲完了 等一下开始来放影片 好 好